第43章 偷袭 听到混沌城主的传音 罗峰 彭宫之主 黑暗之主 他们一个个都是脸色大变 知道不妙 元祖刚刚发现 混沌城主立即传音 告诉在大殿内的众多人类宇宙之主 妖族 机械族 虫族等联军势力 正同时进行神国传送 应该是聚集在妖族疆域的 一颗叫血牙星的周围星空区域 他们现在已经聚集 只需要神国传送 瞬移 即可很快抵达原始秘境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马上所有宇宙之主全部进入黑玉塔 师弟 诸多宇宙之主的事就交给你了 嗯 黑暗之主点头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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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见大殿内开始 接连出现一道道身影 正是加入人类阵营的一族宇宙之主身影 而黑暗之主健壮也不废话 直接一挥手 顿时那黑色金字塔便迅速变大 直接屹立在了这大殿之内 同时他也和令 大家速速进黑玉塔 准备迎战 好 进黑玉塔 智强智宝黑玉塔 那些一族宇宙之主中 特别是刚加入人类阵营没多久的 也是第一次看到黑玉塔 这群宇宙之主没有一个慌乱 因为他们清楚 躲在宫殿智强智宝内 而对方又没意志冲击类宝物 那么他们还是很安全的 若是抵抗不住 完全可以立即躲在宫殿智强智宝内 至少保住性命是没任何问题的 苏 苏 苏一道道流光 一个个迅速飞进黑玉塔内 戴德晋接近了黑玉塔 混沌城主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管怎样 应对工作已经准备好 他们随时可以去迎战 诸位 混沌城主这才传音和黑玉塔内的 那一百多名宇宙之主仔细说道 那联军阵营突然杀来 估计很快就到 联军阵营的实力远远超过我们一方 不过大家也别单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自由联盟已经答应加入我人类阵营 此战 我们只需要熬一段时间 那此战必胜 罗锋 腾弓 黑暗你们明白怎么做吧 混沌城主看向罗锋他们三个 罗锋他们都微笑点头 拖延战而已 很简单 所有不朽 戒主们立即神国传颂离开 立即神国传颂离开 混沌城主也同时传音下令 顿时 原本在这一片核心之地的蒲丛 巡逻警戒的护卫们 刚一听到这命令 就立即各个开始有序的行动了 都是一群戒主跟随一名不朽为一个小队 有时是几只小队一起逃离 总之 短短一分钟 不到原始秘境核心之地 出现了数百处神国传颂波动 混沌城主也暗暗点头 我们出发吧 混沌城主下令 嗯 罗锋他们三个也点头 当即黑暗之主 化作流光飞进黑玉塔 罗锋 鹏宫之主 混沌城主 他们三个倒是一同化作流光飞向外面 巍峨毅立的星辰塔 原始秘境 一片满是薄物的虚空中 好法荡荡的十一座庞然大物 正在这虚空中 我们已进入人类原始秘境 再一次顺移 即可抵达人类核心之地 大家准备好战斗 全部准备 现在由我 统一顺移 机械族父神那冷漠的声音 在这一片时空的每一处同时响起 仿佛声音传播 不需要时间似的 哗 无声无息 那十一座庞大的宫殿至宝 瞬间消失在虚空中 幽静的宫殿群连绵 悬浮在这一方虚空中 在这连绵宫殿群的后方 有着一巨大的剑船 木铃之舟 而在连绵宫殿群的前方 则是一巍峨毅立的九层塔楼星尘塔 此刻 这连绵宫殿群 却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已然没有一个生灵在其中 哦 这一方是空中 突遍便出现了十一座 巍峨的宫殿至宝 每一座都散发着滔天的气势 怎么一个人类都没有 空荡荡的 没生灵 连一族都找不到 刚一抵达 每一座宫殿至宝领头的宇宙最强者 便惊讶发现 这片核心之地仿佛成了死地 他们根本发现不到一个生灵 而这种情况 却是他们最担心的一种情况 星辰塔和木陵之洲都在 星辰塔防御虽然强 可依旧能被我们撼动 可木陵之洲 我们怎么攻击都没用 那人类阵营一方 肯定是害怕胆怯 所以直接躲在了木陵之洲当中 然后慢慢等待 等那自由联盟到来 黑咒创始者立即传音道 诸位 他们躲在木陵之洲 我们连撼动都做不到 怎么办 狱卒魔祖也传音道 可恶的人类 胆怯的人类 该死 他们怎么立即就知道 我们出动了 我们出动很快 他们应该措手不及 才对 一明明宇宙最强者为之 愤怒不甘 就在这时 轰 只见微额高耸的 九层塔楼底层的侧门 忽然飞出了一黑色金字塔 黑色金字塔高十亿公里 底部深渊已然开启 深渊边缘站着一圈宇宙之主 只见黑暗之主 龙行之主 冰封之主 等一个个包括大量的一组宇宙之主 足足139名宇宙之主 全部聚集在这 并且黑玉塔刚一现身 这139名宇宙之主 就集体师 斩出了灵魂攻击 共 一时间 铺天盖地的灵魂攻击 全部扫荡过去 不过灵魂攻击 进阶无形无色 单纯肉眼 根本无法发现 此刻 这139名宇宙之主 就算是擅长近身战 擅长物质攻击的 此刻 也都施展着灵魂攻击手段 哼 无形无色的灵魂 攻击瞬间 直接冲击 向那离星尘塔 最近的一座圆顶宫殿至宝 不好 小心灵魂攻击 联军阵营顿时察觉不妙 可是他们之前 是直接杀到核心之地 离星尘塔本就近 其次他们以为 人类阵营 强者是躲在木陵之洲 没太警惕 替星尘塔 一下子 100多名宇宙之主的 联合攻击 集中在11座宫殿的 其中一座上 巅峰宫殿至宝 可并非至强至宝 无法抵挡 灵魂攻击的 当作 狱卒魔祖 愤怒咆哮 轰隆隆 轰隆隆 在他周围的一大群 各族宇宙之主们 刚开始没察觉 可那灵魂攻击 破镜过来 他们自然察觉了 个个连施展虚化 神力灵魂攻击手段 也轰了出去 可一边是139位 一边是约40位 外加一名宇宙最强者 差距实在太大 这便是分队的一个坏处 分成11队 的确使得 古神眼的作用 降低到很低 可是也同样 一旦人类一方的攻击 落在其中一个分队上 让单独一个分队 抗住这种可怕攻击 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所以理想的情况 就是11个队伍 集体轰击 打得人类一方 根本只能被动防御 乃至崩溃 这样一来 对方都轰不出来 自然没威胁 可刚一交战 人类的集体灵魂 攻击杀过来 无形无色 带得联军察觉 已经很近了 其他队伍 根本来不及 救护帮忙拦截 轰 浩浩荡荡的灵魂攻击 在击溃了 狱卒魔祖分队的抵抗后 便直接降临了 包括狱卒魔祖在内 以及那约40名宇宙之主 进阶承受到 灵魂攻击的冲击 啊 啊 人类 一时间嘶吼怒骂 咆哮都响起 不过能咆哮 怒骂算好的了 遭到冲击的宇宙之主部分 更是很干脆的 直接轰然倒下 完全失去了意识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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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十支队伍 这才披天盖地浩浩荡荡 杀向人类阵营 魔祖 如何 损失如何 立即一个个声音追问 还好 只有一个倒霉的家伙 陨落了 魔祖传音道 攻击 魔祖也贺令吼道 度过一劫的他 挥下宇宙之主们 立即愤怒咆哮着 也开始疯狂施展着攻击 朝远处的黑玉塔杀去 虽说之前人类的灵魂 攻击很可怕 可一来经过抵消弱了很多 二来 攻击首先是 被与祖母祖先冲上抗主 其他个个只是遭到鱼波冲击 宇宙之主们 灵魂防御本来就极强 只有一个倒霉鬼没扛得住 其他虽然吃力 可也进阶抗下了 联军阵营11座宫殿 至宝内同时爆发出 铺天盖地的攻击 一时间浩浩荡荡 直接扫荡向黑玉塔 威能强大的 让人类一方未知惊产 错 原本飞出星辰塔侧门的黑玉塔 瞬间就是一个撤退 又撤回了星辰塔内 太强了 联军阵营攻击实在太强 我们这边都没勇气去挡 黑暗之主连传音 当初人类阵营和三族联军交战时 人类阵营就曾被压制得差点崩溃 那次双方的实力对比差距要比现在小得多 这次一方是11名宇宙最强者 约400名宇宙之主 另一方是100多名宇宙之主 实力差距太大 我们攻击的那一宫殿质宝现在又爆发出强大攻击 且和其他宫殿质宝队伍比相差无几 混沌 刚才我们的偷袭成果应该很小 最多杀死一两位宇宙之主 甚至一个都没杀死 黑暗之主继续通知道 那现在我们就等在星尘塔内等 等自由联盟到来 星尘塔内另外一侧门内 罗峰 混沌城主 彭宫之主都在这 接着 戴一下 午查 便 开始 唱 唱 唱 lyrics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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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